在第三第四第五胸椎旁开三寸 三寸有一个 第三第四第五胸椎旁开三寸 有三个穴位 是吧 这叫三筋穴 这个三筋穴呢 它在解剖上 所谓什么呢 所谓心肝交叉神经 懂什么叫心肝交叉神经 它知道膝盖痛 好你看一下 一二三 第三胸椎 第四胸椎第五胸椎 旁开 一寸绑开三寸 一二三 这个点呢 这三个点 这三个点就叫三筋穴 听明白了吗 三个点叫三筋穴 它只要 它跟人的膝盖对应 有一些膝盖痛的病人 有些膝盖痛的病人 你在这里拔把罐都管用 特别是有些风湿性的 膝关节炎的病人 你在三筋穴 这里一把罐 拔的时间很短时间 它就出水泡了 听明白了吗 有一些风湿性的膝盖 你炎的病人 你在三筋穴这里拔罐 实际上很短它就出水泡了 就表示它这里 这真的有天理湿气 很盛的 那么除了水泡 有时好现象 把它跳破了水流出来 这个膝盖就很快就好了 就在临床用三筋穴 治疗膝盖疼痛的时候呢 你可以先拔一个罐 看看有水 吸水泡的地方 那说明有湿气 那么看这里发黑 发紫的地方呢 那说明有瘀血 你可以拔完罐以后呢 针对这个瘀血的地方呢 再炸 那用三菱针啊 放着血 也可以这样去处理 一般后背的这些穴呢 董事物经常用来放血呢 三筋穴治疗膝盖痛 一般是放血治疗 所以有些时候呢 可以在这三个点上 去直接去放血 也可以拔一个罐 判断一下准确的瘀血所在 哪里出沙数的多 在哪里放血 大家知道吗 疗效比较确切 三筋穴治疗效比较确切 大家看